各位好 我是理工大學鍾劍華 今天跟大家講講近幾天發生了理工大學的事 其實這件事上個星期中大攻防戰之後的星期三 明顯就惡化了 因為上個星期一警方曾經意圖進入去理大 當時剛剛說三罷了 進去理大 又扔了幾回吹雷彈 但是扔完之後 試過幾次進去理大 進不了 然後就形成了對峙局面 同學也在主要通道製造了路障 但是當時還沒有很嚴重 到星期三 星期四 還可以自由地出入 但是到星期二 中大攻防戰之後 那些學生明顯警覺性高了 也估計警方可能會動力大 所以當時有一些同學就連行車通道都阻礙了 我亦都見到星期三那天就開始有很多物資送進去理工 我是看著的 當時突然車路都封了 進不了車出不了車的了 但是在中午過後 很多車去到門口將一箱一箱的物資擺下 支持學生的 吃的也有 喝的也有 一些醫療用品也有 面罩也有 那情況呢 就到了星期日 大家知道 急轉直下 警察就圍困 大放催淚彈 甚至用一些槍彈 基本上就將理工大學圍棄了 沒有人出來 也沒有人進去了 那整個晚上一直都是這樣 而且氣氛越來越緊張 當時我看到理工大學的管理層一直都沒有反應 所以我就決定了當晚試試出去 希望以理工教職員身份幫幫忙 因為當時我已經知道了 我有一批同學在裡面 那班學生就不是那些示威者來的 他們在裡面做一些支援性的工作 有一班就是理工大學的那些學生部的編委 那裡面 就是做學生部編委在裡面通頂做事 其實是很閒的事情來的 特別如果你有事發生的話 他更加不會走 我當時知道起碼有二十幾個學生會在裡面 我覺得如果理工大學高層沒有什麼反應的話 那我作為教職員的一份子 也知道哪些學生在裡面 我也知道他們是無辜的 那我希望試試進去跟他們談一下 或者可以把他們帶出來這樣 那我當晚就11點鐘離開家 就去到尖東附近 一直到大概凌晨1點鐘左右 我就跟夏志成主教會合了 我跟主教兩個人一起走到尖東天橋那裡 想上去的 但是當時的氣氛很惡劣 那些警察就離遠就已經衝過來 距離我們一百米的 離遠就已經衝過來 要我們不要走 接著就凶神惡殺 舉著警棍 大聲夾鑊 七八個警察一起說話 答了聲 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但是總之氣氛和態度都很惡劣的 就是好像想打我們那樣 夏主教說明他的來意 他作為宗教領袖 希望去幫幫忙 我也說明來意 用大聲工 我說我是教職員 我只是想看看裡面的同學裡面 想進去看看能不能幫到他們 或者我勸到他們出來 令到你們的工作容易一些 但是他們都不聽我們說了 就是用很凶惡的態度 不斷地這樣說話 我當時覺得那些警察的精神狀態也有問題 甚至有警察就說你們是非法集結 拉你都可以 這樣上了意思 非法集結就說了 我覺得就一通威嚇 我們走到距離天橋位 大概四十米左右 就已經不讓我們再走 找一些強力的電筒照著我們 大聲渴罵我們 揮動警棍 說我們飛去集結 我跟夏主教決定就不要硬來 就退出去 當時大概是星期一凌晨的點多鐘 出場就等機會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 氣氛緩和一點再試過 那個晚上都很緊張的 試過那些警察撲出來向尖東噴水池方向 又有釘出雷彈 突然間找些電筒照過來又有 結果就一直到當日的早上六點多鐘 七點鐘都是這樣 我們曾經試過走到理工大學那個教學酒店後面那裡看 當時早上八點多 警察突然間就在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在酒店的位置 近隧道口的位置 跟著在噴水池的位置 兩面一起放 差不多同一時間就放出雷彈 就形成了一個布袋 連尖東也要清場 就是說我們就唯有避開 我就沒事 我走開了 我就走回去噴水池外圍的方向 我後來知道在那個位置 是有六十個人被他拘捕了 我一直等到九點五點鐘 發覺氣氛都沒有改變 也似乎進不了去了 我就沒有再嘗試 也就是整晚沒有睡到 那天九點五點鐘之後 我決定先回家 休息一下 再等消息 星期日至星期一 早上的情況就是這樣 到了星期一 大約五點多鐘 我就收到六點鐘左右 我就收到張達明的電話 他就說 他和鄭成龍 他兩位都曾經是前監警會的委員 就有機會獲得准許進去 問我裡面的人我知不知道 我就說我裡面有幾批人都曾經發過短訊 或者信息給我 叫我求救 我和他們有聯絡的 我知道他們在哪些位置 和他們大致上都安全 張達明他們說進去 希望提供一些法律意見給他們 如果他們願意出來的話 就保證他們可以安全走出來 不要受到警察的暴力對待 我覺得都是好事來的 我也擔心學生 那我就說好 我幫你聯絡 那個晚上六點多鐘開始 我就透過手機 就和裡面的不同人都接觸 就告訴他們 有機會張達明和鄭成龍兩位會進來 還有他們會給你一些法律意見 你們聽一下 無論如何 你決不決定出來也好 你有什麼問題就盡量問他們兩位吧 我給他們這樣的意見 一路做這些聯絡工作 但是張達明他們一直都通知我 說進去都有困難 一路等等 等到11點02分 我就收到他們的電話 說他們現在可以進去了 當時進去就不止鄭成龍和張達明兩個了 還有一些幫他們手的人 其中一個成員告訴我 原來曾主席 曾主席也一起進去 我之前沒有聽過 由6點鐘至11點鐘這段時間 我都不知道原來曾主席也會進去的 但怎樣都好 他們有三個人或四個人進去 我就說我即時通知裡面的人 叫他們下來和他們談 在他們進去的過程裡面 我就通知我所接觸到的三批人 叫他們下去和他們幾位談 但是我想那些年輕人 很多時都對一些所謂香港的傳統左派很有戒心 雖然曾主席 曾去成主席過去幾年都意圖去洗底 做一些事情 討好公眾 說一些正常一點的說話 但是對他們也有好戒心 很可惜很多原本接觸了的 最後都不肯下去 他們覺得信不過曾育成 這就是當晚我所知的情況 當然我在電視上也看到他們有人和張達明 曾育成和鄭成和他們談 談的過程裡面 有部份都被說服 我都很高興 有部份都帶出來 這是上行 有些成績 當然我沒辦法知道曾主席進去要找姓朱的女士是甚麼背景 是不是傳聞中前總理的孫女 這個案件無法證實 因為我只知道她確實找我這樣的人 不過剛才我所說 因為之前真的完全沒有說曾主席會進去 突然間她就多了她在那裡 我都傾向相信 她進去十幾秒就問這個人 我相信都是一種反映 她進去都是有意去找這個人 至於這個人是甚麼背景 我無從置評了 星期日最緊張的那一晚 理工大學甚麼表示都沒有 我作為交職員真的很失望 其實 但到了星期日早早 校長就有個視像的發言 我覺得都好過沒有的 但是裡面有相當多是我們自己的學生 當然也有一些外人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也有相當多是中學生 我星期一的時候 我臨走 我曾經跟裡面一個人聯絡過 他跟我說裡面都是一些在裡面幫忙做支援的社工 他就告訴我裡面的人的精神狀態開始出問題 因為經過了一天的圍困之後 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根本只是進去做義工 做救護的那一班 情緒變得不穩定 有些個別有些很明顯的焦慮 和驚恐的狀態 也有一些勇武一點點的 曾經試過一兩次想衝出去 但衝不到 衝不到之後 也開始有些很緊張和很躁動的情緒 這個是我在星期一早上 回學機之前 聽到的問題 那一刻我做不到什麼 我只是叫裡面那幫我認識的社工朋友 你知道誰是有這些問題的 你們盡可能一個夾一個看著他們 我們在外面會盡量想白飯的 那星期一 我睡了一會 醒了一會 我就開始幫張答應他們做聯絡 我一直的態度都是希望能夠幫到他們出來 事實上情況也開始有改善 有一些人可以進去 除了曾鈺誠 張答應 他們之外 然後第二天開始 那天那個晚上 有些中國校長都可以進去 我知道校方和政府有些協議 可以容許校長和社會府來處進去 處理一些18歲以下的人 把他們帶出來 保證他們不會即時被落案 可能只是登記這些資料 後來事實上證明都帶了幾百人出來 我相信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不過情況就是直到現在仍然都有人在裡面 人數我不知道 昨天這個時間我聽到消息就是有 還有百多二百人 但是昨晚也有另一批出來了 包括救護 包括一些在裡面幫忙的社工都出來了 現在裡面有多少人呢 事實上很難估計的 但是應該就不會很多了 但是我知道有一幫守護孩子的成員 有一間所謂陣地社工 也有個別的學生是拒絕出來的 他們出來的原因不是他們犯了事害怕 也不是好像保安局長那麼輕鬆地下斷 他們暴動 而是他們不相信的政府 也都不甘心這樣走出來就自首 他們不甘心 我有什麼要自首 他們覺得 我在裡面做project 做編委 我為什麼要自首 那個校園是我的 我有份的 我想年輕人有這種堅持也很正常 現在有多少人呢 我相信很難估計 但是幾十人應該都會有 因為剛才說過有幾個鎮地社工 有幾個是守護孩子的成員 也都有一些學生 我估計是應該有幾十人左右的 現在這種交叉狀態可以怎麼打破呢 很重要 因為事實上裡面已經 天氣這兩天已經冷了 裡面的食物和食水儲備 開始也都越來越少 長時間的圍困 也都對那幫人的心理狀態構成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政府或者警察 不應該以為透過圍困恐嚇你們 就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很清楚的 今次這件事 始作重者就是政府 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解決不了 也都是政府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抗拒警察 也都因為警察的濫權 濫捕 濫拘捕加起來 我覺得這些因素 全部都是政府不及時處理問題而造成的 政府應該是承擔責任 有些擔當 政府應該承認它是錯誤 政府不應該將一些 因為它不解決問題而造成的問題 作為它不去解決問題的藉口 這個很簡單而已 我覺得這種狀態 不可以繼續維持 現在陸續都有些人可以透過登記身份 進去給一些建議 裡面的朋友 我希望多些人繼續這樣做 我打算明天如果有可能的話 都會試一下回去 看看我的學生 我希望也可以盡快 令到裡面那些為數不多的一些被困的人士 可以盡快得以解圍 我也都覺得 警察在完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就是他們參與暴動 也都很不專業 反映警察濫權的情況十分之嚴重 這樣處理不但不會令人心服 只會令到警民關係更加惡劣 年輕一代對警察的感覺更加負面 以後的警察都會很難挽回他們的聲譽 我希望各界能夠看得到這一點 好 我可以補充一下 你身為一個教師 你有沒有想到自己教學 這麼多年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自己當時的感觸是怎樣的 我在理工都教了二十幾年 接近三十年了 其實理工是我第二份工作 我還有兩個月就退休了 其實我沒有想過在我退休之前 校園會搞到爛了 真是很難過 就特別 我覺得 作為一個教師 作為一個老師 首要責任就是 要面向我們的學生 近幾年 你說要做研究 就要拿資金 我覺得有時候已經有少許本部倒置了 但是怎樣都好 大體就是這樣 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首先要面向我們的學生 當我們的學生有難 或者說學生有一些 有些訴求 很明顯不是錯的 是吧 連輕人有訴求 希望社會有進步 我覺得作為師長 應該要支持他們 也都幫助他們 當他們受到政治迫害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袖手旁觀 很簡單 所以星期日晚 當我看到整個晚上 由衛困 放火 燃燒彈 釘催淚煙 放子彈 整個過程 竟然五 六個參學生 一個理大 正式的聲明都沒有 也沒有一個高層走出來 我感到相當之失望 這是為什麼我在 當晚11點鐘 我都要出去的原因 到今天 問題還沒有解決 而且我們可以想像到 有很多我們的學生 有些是我自己的學生都不頂 有些是我沒有教過 但是理工大的學生 他們可能都會面對 一個相當之嚴重的指控 作為學校 在他們的控罪一日未成立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有一個無罪假 一定的精神 盡力協助我們的同學 所以我覺得 經過這件事 早晚都會解圍的 理工 是不是 解了圍之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覺得我都會繼續 跟其他同事幫忙處理這些問題 雖然很多同事 各種原因很難直接地參與 但是我所知道 很多同事很關心這件事 對校方比較被動 感到難以理解 有部分已經聯絡了我 我們在接下來的時間 會繼續希望做些事情 去幫助這次受影響的學生 除了學業之外 也希望能夠幫到他們 我們面對指控 訴訟 以至如何重新 重新起步 去繼續他們的學業 這方面我們會繼續 有一班同事 會繼續努力去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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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